我上次跟两个朋友进去借厕所 想出来不让我们走 看一看我的牌原来是精神病院 超级老美 那你怎样证明你自己不是瘋 超级老美 我们这些读很多书 我当时是这样的 我告诉真理给你听 傻的人是不会讲真理的 地球是圆的 妈妈是女人来的 那你这样就出不出来了 哈哈哈哈 出不了 我说到第几个我都不记得了 他跟我打一支镇定针 他说我是瘋的 哈哈哈哈 不要再问我 我不接受你采访了 走啊 走啊 不要赢啊 其实 我是一个出色的生意人 我数码那么精 一个瘋的人怎么会数码那么精呢 所以我就 我数码就很厉害的 我配成数表给你听 一二一 一二二二一 一三二三 你个傻佬跟你打一支镇才行 他又跟我打震灾 那你最后怎么出回来的 我和之前那个 其实都是被这个朋友救出来的 是不是你救他们两个出来的 是啊 是我救他们两个出来的 那你究竟做了些什么 证明自己不是瘋的 吃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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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第二十八天 他们就放了我出来 这个故事 是告诉我们 有些人 很喜欢告诉别人 自己懂多多东西 多多东西 多多东西 多多有钱 在别人的眼中 都可能是瘋子佬 只要答答实实 有礼貌 那些人就会对你正常人的看待 你有没有想起身边的瘋子佬 你又是不是瘋子佬 哈哈哈哈